好,那這部呢,其實大家都很多人都沒有看的 但是呢,在新版的時候,很多人都說 咦,畫風很特別 也有人曾經說,會不會很像惡之華這部東西 那個畫風,每個人都覺得很奇怪 那... 他的畫風,我想不是惡之華 惡之華那種是什麼呢? 掌握那個人的輪廓 那麼,用輪廓的樣子來,只有幾個緊要的輪廓 就好像一些...類似盲人辨識系統 不是那麼大惡 有的,有這樣的系統 惡之華有另一套 但是,反過來,這邊乒乓那個人的樣子 就像大家看那些... 奇奇怪怪的搞笑漫畫的人的樣子 或者看那些... Arthur Sanders那些人的樣子 嗯,那這套是什麼呢? 《乒乓D-Animation》 說什麼就是《乒乓D-Animation》 這套漫畫呢,其實是小學館的漫畫來的 九六至九七年了 如果大家想想... 那麼久了 已經是十七年前了 但是呢... 這套東西不止漫畫那麼簡單 其實曾經出現過電影版的 電影版的... 什麼時候出現的呢? 2002年... 十幾年前的... 當然... 講回故事先... 不講電影... 一生一生... 大家... 其實故事是差不多的... 不過大家一會兒會說... 十幾年前的電影和這套的關係 當然啦... 這套東西... 主軸包含了幾個人的... 一個呢... 就是... 天才的... 叫乒乓球手... 不懂得笑的男生... 很多人都叫他... 因為真的不懂得笑的... 這套東西... 很... 又... 很喜歡運賣自己的... 但是呢... 但是呢... 就經過... 就很喜歡自己偷打遊戲的... 經過星際宇... 這個天才的球手... 這個人很喜歡玩冰箱球... 但是呢... 他玩到出石入化的... 那麼呢... 他就帶著這個原本城... 去... 教他打... 這個冰箱球... 純粹想虐待他... 也不是的... 教他很多打法... 當然... 他們當時呢... 就去到這個... 神奈村... 就是他高校的時候... 就... 去打這個神奈村的原制賽... 那麼... 對著一對呢... 很強的學校園隊伍... 就是... 海王啊... 叫做... 海王... 裡面呢... 就有個... 王者... 叫封鑑龍一... 他這個人很厲害... 有個出號叫做... 就是... 龍啦... 為什麼呢... 因為他呢... 其實呢... 他是... 其實呢... 他... 是... 海王... 海王... 竹... 也是... 同一個名... 他不明白... 這位阿爺呢... 是這間學校的... 董事那類... 類似這麼說... 他阿爺也是一個... 很厲害... 做這個... 乒乒乒乒乒乓... 商人來的... 乒乒乒乓乒乒乒乒乒乒乓... 是的... 就是... 是經營運動店... 籟似啦... 即是... 賣那些... 球鞋、场地战 这个人差不多背负着家族打冰冰球 也有另一个学院叫叶唐学院高校 另一位有中国留学生叫孔文甲 是上海的球手 但因为在大陆打得不好 结果要去到日本 曾经试试会否叫敗部复活 希望在大陆打起自己 挑战不想识我的中国 现在你也知道 很多内地球手在自己不容易 其实香港的代表队也不多 不少有中国的血统 其实有很多 如果看冰冰球环木球 荷兰或者其他国家 很多都有内地球手 当然 教练在第一次打这场比赛之下 升的月和月本城都输 所以打双打? 不是,全部打单打 就是循环 海王校园结果四个球手 都赢了最后四强席位 当然 就是中国 就是这样说 结果就赢了整个赛事 然后海王杜拉干主长 就变得很出名 中间有很多中间的剧情 亦都说回 隆一的阿叔 以及及后月本城的教练 以及升级玉的教练 以前三位都知道 通常都是死敌 有两个月本城的教练 是现在做教书先生 而这个阿阿叔 以前也是讀和他一起打冰球 结果是因为受伤的关系 但都赢了 结果就赢了 而月本城的教练 就变成教书先生 通常都是 教练是自己有牙齿 希望下一代为他抢光明 是的 那天才 升级玉 本来因为输了那场之后 就变得非常冷散 又吃烟 都已经变成不是天才 是的 又吃烟又肥 他又很喜欢吃雜食 结果就散了 即是老倒 结果呢 不是因为其中一个海王的主长 就以前和他在同一个冰冰波道场 道场打开 结果呢 大家都失意之下 其中一个人就激励了他 结果他返回去 那他去了 在道场的阿头 那位婆婆呢 那位婆婆呢 就训练他 那位婆婆的儿子就训练他 他就在另一边再训练过 那第二年再打的时候 结果呢 这个星野玉 最后决赛 竟然是星野玉 对于日本城 即是同一间学校的球手 就大交入比赛 那中间就说说一些英雄的故事 那也要说呢 因为太长了 也不想说 那故事 为什么呢 我们要看一些2CH的flat 就说呢 其实当然不是说今季来说 不是说套套都有评分 但是这套的评分 十几套之中是最高的 一定有一些 雀眼点的 应该 出色在些什么呢 出色在不是画质 大家很明显 其实是个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 其实是大家兜回去 它是每一个 对于阿星的余侯好 越本城的对手好 甚至孔文甲好 他的成长 经过几次的对手之后 失败 成长 大家走一条路是怎么走的 为什么呢 他们有时候觉得 打完那场冰箱之后 经过那个比赛之后 有些人是解放了 为什么呢 例如阿隆一之后 和越本城打完那场之后 就觉得 原来冰箱之后 不只是要背负这个家族的责任 他终于放开手 对 越本城也都因为 阿星的余的醒觉 其实也都可以打一场 很精彩的球赛 而星的余最后 能够真的成为 代表日本队 可以去打这个城下赛 星的余真是可以 天才级 以他喜欢冰箱的感动 热爱 去打到国陛赛 但调回来 你可否具体一点 说一说 他的表现特殊 在哪里 除了作画 他怎样表现一场 冰箱之后 他冰箱之后 他除了一场 打完精彩的流程 如何上船下船 他说得不是太难搞 他利用了一些 例如一些 动画 例如一条龙 例如一条龙 例如其他 这些不是超能力 对 他没有说到超能力 他没有说到超能力 只是说Amak的几个赛事 已经感觉到 那个赛事 是在哪里 我最喜欢 为什么他们觉得 那个故事 那么怪异 而以色传 那么赞 因为他说了 那么多的对手 在成长之外 有一些配角的 例如 他输了 例如 越本城第一场 已经赢了很弱的对手 他就觉得 打了三年 我都放弃了 即是输了 我去海边玩 我去流浪 他留了整年之后 他回去看第二次 越本城打的时候 越本城这么厉害 他突然感动了 我觉得是说 我不应该来乒乓球 即是他就这样 即是他就这样 即是好像 蓝宜多俠俊 那三井的角色 对了 很多这些东西 还有他说 有些人说 因为乒乓球 他得到爱情 有些人是得到 他需要的东西 有些人觉得 原来乒乓球 我解脱了 结果我就 虽然不是成为一个选手 但我也在人生之中 得到道理 得着了些东西 得着了些东西 而三位老人家 就是那三位主角的教练 最后是因为这几场的比赛球 而大家再是互相形式化 这件事是说 老人家 以前三个老对手之下 以前可能都各自分开了 经过年轻的一辈 来reflect他当时的比赛场景 而是调回那三个老人家 再有大家的互相互动 这个是很精彩 当时我们觉得 整个故事的建构 就真的写得很仔细 即是他其实不止写 现任的冰箱球手 写了那个教练 是的 那个教练以前 几十年前的比赛 是为何大家 为何会因为脚伤而输 而退出 婆婆为何她脚伤而输 作为一个遗憾 是的 遗憾之余 原来他们为了用他们的努力 希望自己做不到的事 在自己的徒弟那里 去表现出来 这个是很好 我觉得表现 放低他的原本 做不到的遗憾 是 放低执着 大家的执着 和大家的放下 的感觉 当然 首先说实际上 这一套是十一集的 嗯 十一 但是你刚才说了那么多 十一集 可以表现到那么多 因为他其实整套 是很简化的 快快速速跟你说整个故事 但他重点会放在哪里呢 例如说会不会放在乒乓球桌上的比赛 对决 或者是放在那些教练的感情 那些 他的感情会透过一些 一些对话 训练的时候的感觉 和一些教练与徒弟之间的互动 相对来说非常平衡 所以为什么说这套 为什么在乒乓球这么受欢迎 突然说 真的很好看 这个故事 跌眼镜 跌眼镜 因为起初真的想着 那个画风 觉得很奇怪 起初也想着觉得 不是吧 但是呢 如果大家比较 比较 以前 电影版 2002年的电影版 其实大家都觉得 都是动画版好看很多 当然 当时有哪个做呢 男主角的天才球手 就是娃宋阳介做的 中村司徒 当时是剃光头的 即是 谁在中村司徒 大家都记得 当时做三国那个 当时是 与心三国那个 中村司徒 当时是剃光头 是做这个 对面海王 海王的主将 很大气身 对 而当时 孔文革 在这个动画 就不停说国语 而且教练也是说国语 但是 给大家猜一下 这个孔文革 当时2002年 是谁 这个是串串的嘴 又非常之 求技了得的 中国 是出名的 很出名 让我猜一下 穆春 不是 是香港明星 香港明星 很难猜 我记得当时 电视杂志有报导过 这个 是 香港 好像 名气都不是 有没有席事 叫做Sam Lee Sam Lee 有人认识 祖书 不是 开估吧 李燦森 但是 那个电影 就是古怪了 李燦森 就是表现上 一个MK的角色 不像孔文革那种 串串嘴有些内涵的角色 是表现不了 他不止中国 不是 更加搞笑 是他说广东话 他从上海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他那个教练 其实应该两个说国语 那个教练 是说一些很不咸不淡的 广东话出来 结果整个东西是很奇怪 很奇怪 很奇怪 你有没有看过那套什么东西 之前 那套不是间谍 那些普通话 没有人记得他说什么 那套 我不知道 三部曲中间那一部 是啊 闪光之夜站 闪光之夜站 还有搞笑 李燦森 是说一些广东话 是对着天才求手说 结果 要教练回他 其实感觉上 教练好像不懂广东话 还是他又说广东话 始终不奇怪 我觉得他现在这个 是日本本土的电影 有人参与的 那已经是OK 所以这套动画 其实大家也挺照顾大家的 因为为什么呢 孔文甲说的国语 会用日文 去做字幕出来的 基本上是日文 画字幕出来的 日文的国语 是啊 有人唱国语歌 好幸好里面 没有什么唱国语歌 唱日文歌 有的 那个故事 其实 动画版 我觉得是比电影版更成一筹 还有电影版 就是冰箱波赛事 始终冰箱波难去控制 拍的时候 始终看动画版是很好看的 我也是觉得这个故事 是喜出望外地好的 所以如果大家 不是很嫌 那个画面的问题 其实这套东西 是很值得看的 又推到一个歌 说一些普通话和日文的关系 有日本人唱普通话歌的 这是ACG歌 大家无聊去找一下 《孤高的灵魂》 噢 所以大家就看一看IM的推荐 你是完全不知道什么文 听着首歌去看冰箱 所以这套冰箱 大家有时间可以追寒追寒 好 下一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是没有下一集的 好了 拜拜